董老師剛講的台灣內部其實有貧富差距的問題 法國馬克宏 馬總統也要面對他的黃背心 跟他的油電雙掌 造成他的民調大幅的下跌 然後習大大要處理低端人口 川普大大要處理的在美國人眼裡叫做白垃圾 然而這些人也是他的鐵票之一 我先從一個比較大的客觀環境講起來 其實過去20年過了21世紀之後 叫做全球化的時代 全球化的時代裡面有一個普遍的共同現象 也就是說全世界各國 不管你是先進國家 已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 未開發國家完全一樣 所有國家的貧富差距都急劇的被拉大 存在於每個國家裡面 從美國的狀況來說 其實比較早出現征兆的要回到2011年 2011年就是所謂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所謂的1%的人擁有另外99%的人的財產的總和 這個現象已經非常明顯的突出了 好 所以美國的階級問題呢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裡面呢 就是逐步的這樣發展 2016年他們有一本書出現了 叫做白垃圾 書名叫白垃圾 這個作者是在幫美國的這個 等於說低下白人的窮人講話 他的副標題叫做 美國400年來被隱藏的階級真相 他其實是一個歷史著作 而且蠻厚的 說實話 這個作者呢 是一個南希伊森博 他是一個歷史學家 所以說他是從400年前開始講起 簡單的說 我們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 介紹400年嘛 簡單的說 就是這個階級問題啊 在美國從頭到尾是被隱藏的 從美國建國的神話開始 就認為說 美國的這個先列 乘著五月花號 到了美國這個新大陸 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度 這個新的國度呢 絕對的這個公平 這個宗教上呢 絕對的自由 這個公平跟自由 然後帶來的美國夢 然後追求繁榮 這個美國神話呢 已經400年了 所以這個作者呢 就把這一段 過去美國400年的歷史 重寫一遍 當然了 他有去找他的證據了 紐約時報 把這本書列為是 2016年當年度的 這個年度創交書 然後並且認為 他是理解川普現象的 六本書之一 再簡單一點的說 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 講400年來 美國的關於 孤兒 流浪客 罪犯 香巴佬 紅脖子 這種 簡單的說就是 美國社會底層 白人底層的生活狀況 跟他們所受到的 實際遭遇 推翻了很多 美國歷史上的神話 包括獨立宣言等等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因為 他也認為 這一群人 他們在川普身上 看到希望 然後覺得 換一個總統 換一些政策 可能可以改變 我覺得 這完全是歷史的巧合 寫這個書的作者 根本沒有想到川普 可是川普現象出現了 所以紐約時報才會講 想要了解川普現象 要理解這個 要回來看這本書 我覺得這是歷史的巧合 另外一個歷史的巧合 因為 美國 給全世界各國人的印象 他最嚴重的 應該是民族的問題 種族的問題 應該是最嚴重的 可是恰巧 就前面是歐巴馬總統 歐巴馬總統 是美國歷史上 第一個黑人總統 美國其實有一個精英階層 叫做WASP 美國的政治上的 精英階層 WASP 四個字的大寫 縮寫 WASP 什麼意思 白色 暗格魯 撒克遜 新教徒 美國建國 這300年來 所有的美國總統 都出自這WASP 只有三個人不是 歐巴馬 恰巧是最後一個 而且是我們活生生目睹的 上一個人 甘乃迪 他是白人 可是他是天主教徒 他不符合這個WASP 他是天主教徒 在上一個人 是19世紀的一個美國總統 不重要啦 簡單的說 就是這三個 然後呢 所以為什麼歐巴馬總統 當選的時候呢 會讓美國 尤其是美國的有色人種 還有讓全世界會覺得很感慨 激動 他是第一個黑人總統 還有他再一次打破這個WASP的神話 好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逆反的心理 整個美國社會會充滿一個逆反的心理 那我問你 那同一時間我最近看到 川普拿到一筆新預算 他建他的美墨圍牆 你剛剛講的這種結構 就使得 川普以前競選前 我們嘲笑他講美墨要蓋圍牆 然後他最近開始蓋圍牆 他蓋的圍牆當然跟我們畫面中 曾經看過的萬里長城不一樣 他蓋的圍牆比較像鐵門柵欄 然後就是柵欄 然而他那個柵欄有很大的政治跟實質的移民政策的意涵 就是說他反對墨西哥這些非法移民 那移民政策也會影響到剛剛講的很多社會的 比較中低階層的資源跟利益 剛剛汪浩大哥講的香港故事也是類似的 是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川普的這個慎選 他恰巧就是看到了這一群人 白垃圾這一群人 所以我們重新回來檢視一下 美國的人口結構才赫然發現 原來美國白人還是占美國的人口的總數62% 然後他的有權投票的人口 就公民人數是占全部投票68% 這是一個龐大的基數就對了 龐大的市場 所以我剛剛說過去的美國總統在競選的時候 他都要強調他是多元的 其實都在強調種族 沒有人強調階級的 反而是川普看到了這一塊 所以他就回去美國傳統白人選票區 所謂的鐵秀區 也就是白垃圾最多的地方 對不起了 這是作者講的 他去挖這些票 美國的南方各州 乃至於鐵秀區去挖這些票就對了 所以這本書跟川普現象是剛好結合起來 川普所提的當年競選時候所提的政見 哪一項不被全世界嘲笑 要跟中國貿易戰 當然不可能 要建墻別瘋了 要建圍墻 沒有他現在連任口號說他要完成圍墻 要把 你看現在看到的柵欄就是他定義的圍墻 就是21世紀的圍墻 要把美國駐以色列的使館 遷到耶路撒冷 全世界不要說了 現在 今天沒有人再敢忽視 嘲笑川普的競選政見 他一樣一樣做給你看 這個柵欄已經馬上在 就在蓋了 已經在蓋了 這個柵欄為什麼會做得跟鐵門一樣 因為它跟萬里長城是不同的概念 萬里長城是打仗用的 這個柵欄只是阻隔用的 阻隔移民 阻隔有色人種的移民 按照川普的說法 就是說減少犯罪 減少販毒 還有增加我們自己的工作機會 其實這些話 白垃圾們是聽得進去的 而且都買單 那因為你剛剛講的這一些白垃圾們 他們都遭受到比方說類似墨西哥移民的 這個競爭 或者大家一起搶工作 甚至大家一起搶一些社會最弱勢的某些資源 我整理了很多台灣各個地方縣市的資料 給觀眾朋友看過 觀眾朋友有興趣 我明天再貼給大家看 天龍國台北市加戶平均所得 原末是130多萬 快要140萬 加戶 但是所有農業縣 不好意思 最窮的可能六七十萬 多一點的可能七八十萬 沒有人超過九十萬一百萬 那農業縣的農民 他是加戶所得 就跟天龍差一倍 所以這種差距不是一天兩天 是差一輩子 窮一輩子 你剛剛講的白垃圾是窮一輩子 如果照這個作者的說法 不是叫窮一輩子 是窮三輩子五輩子 從我老祖宗過來 就開始窮了 四百年 在台灣社會 實際上相對的 你必須承認 農業縣的農民 是收入最不穩定 而且在社會經濟上 相對最弱勢的 我覺得台灣的情況 恐怕跟美國的情況 還是有一點差別在 美國他現在到目前為止 他的人口狀況是很健康的 美國他的勞動人口 是足夠的 他鼓勵移民 以前鼓勵移民 還包括他的出生率是足夠的 雖然有人擔心說 因為美國有剩人種的移民 還有出生人口會越來越多 到某某年吧 就會超過百分之人口 不過這另外一回事 就是說 美國的勞動人口是足夠的 我們台灣出生率是逐年降低 過去20年 出生率降低 少指化 所以說 我們的狀況會跟美國不太一樣 就算了